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战菜鸟青青的斗机战场 好,第一场战斗开始了,先看一下对手的战力 9万7,有真五威,还有伊卢卡老师 阿斯玛老师,雷主的阵容 这应该是雷主应该要开雷砍了 不过他的战位真的是 就是对我这个阵容真的是很糟糕 这样把他为主的免疫给他吹掉了之后 明巴一行动就把他追打定身了 等于这个雷凯就浪费了 应该是很容易打败的对手 下过河我就是主要先打死他的真五威 因为他唯一一个可以解状态的人者是真五威 只要是定身了这个会解状态的 那就是以后就非常的好打了 因为雷主他这个位置 每个回合都会被明巴起手定身 所以很悲剧 像真五威给定身了之后就不会解状态 明巴一行动又把雷主定身了 然后我在后手控制下真五威就稳了 现在控制下真五威 下个回合争取就把真五威打死 如果我是对方的话 这个时候我就已经退了 没有什么好打的了 好 四代起手 好 真五威趴了 这个伊鲁卡老师也会被后手控 哇 这个暴击伤害真的是很强啊 但是伊鲁卡老师还没有死 只差一点啊 人间闹打倒了 只剩下的自满了 下个回合让明巴拍他一下就可以了 拍不拍都可以 反正下个回合他没有熬意的 吹了一下 然后水门一起走 他应该就倒了 好 第二场开始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和战力 看到这种情况下果断退出 不要浪费时间 第三场开始 看一下对手的阵容 雷主 蓝 小男 还有鸭 这个也是应该是一个菜刀队 开雷凯 没关系的 被他上一下麻痹就比较不好了 因为少一个空 如果如果有人间闹的话 幸运的话可以空两个 这样的话就只能空一个了 雷主是肯定是被空的 哎呀 好痛啊 说没什么关系 哎呀 这样他打掉了明巴的分身 雷主也空不到了 哎 可以空到 这样就空到了 哇 下个回合可以打小男 也可以打懒 打懒了 因为懒的追打有麻痹 比较比较讨厌 所以还是定身懒 小男是单体的奥义 这个应该不会太痛 这样把懒就定身了 快打死了吧 平脉一套就把他撞死了 小男起飞了 打的是谁呢 打水门 水门闪避了 雷主一丝血 然后人静到后手空下冤 要不然下个回合他就不然奥义了 他的奥义是必中的 所以空了 哎 闪避了 闪避奥义了 不过问题也不是很大 第四场开始 看一下对手的战力 哇 11万多 也是一个雷主菜刀队 有雷主 篮 当然 阿斯玛 还有伊鲁卡老师 非常的经典 很多这个阵容 你雷主不动吗 不开雷凯的话 被定身了呀 然后 风主吹一下 虽然被定身了 他的增益还在 先把个增益吹了 虽然是 第一回合优势很大 但是 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他的结界还在 他有结界的情况下 他的伤害是非常的高的 水门定身他的篮 或者定身雷主都可以 哎呀 失计较了 应该定身雷主 因为雷主还没有雷凯呀 坏了 人间刀被打断了 哇 他这个雷主被解放了之后 这个伤害真的是很高啊 他刚才没看他的先攻是比我快的 他的先攻比我快 其实他开雷凯我是阻止不了的 所以我就 所以还是下意识的 奥逸了蓝 也是对的 他开了雷凯的免疫啊 控不了了 那下个回合只能坚定的继续打蓝了 因为蓝还没有奥逸嘛 我打狠一点 把他打死就完了 打死了之后就没有这个结界了 有这个结界总是 让人心里很不安啊 哇 太痛了吧 雷主大哥 阿斯马的伤害 都这样高的 哇 人间刀快死了 不要撞死 勾留一点 哎 还好 伊鲁卡老师的飞标 都没有打到人间党 这样的话 应该 就 就没问题了 应该死不了了 下个回合还是打蓝就可以了 雷主应该是活不了了 雷主挡在前面 雪也不算非常的多 看一下他的血量 等我吹风一下 如果把他吹到雪 雪量比较低了 就 明妈 一锅把他打死就完了 不知道为什么 对方还没有退出 好的 雷主倒了 阿斯马是撞不到人间道的 因为人间道前面没东西 我的先锋比较低 反而是救了我 下个回合 他的伊鲁卡克奥义 千万不能让他打到我的人间道 打到我的人间道 我就挂了 所以水门一定要起手定身 跟他的伊鲁卡 要不然万一他一开始没按奥义 我没打断他 然后他起来一飞镖把我打死了 多冤呢 然后这个时候要控一下这个阿斯马 不然的话他撞前面的分身 有可能撞死我的人间道 这样我的人间道就死不了了 对方也退出了 已经是第五场了 看一下对手阵容 战力十一万 有丁座 地狱道 还有刚手 这别问 这是一个养猪队 对于我这种没有点燃的这种队伍 还真的是个挑战 还有多个治疗 确实是比较麻烦 看我的应变能力了 上来先把他的刚手先给控了 刚才他刚手给了 给这个水煮加了那个奥义 我怀疑是两个回合免疫 但是我把他吹掉 也不知道他突破到什么程度 是一个回合免疫还是两个回合免疫 而且我也不太清楚能不能吹掉 反正我是试图吹了一下 然后下个回合 就是如果他水煮奥义的话 一定要打断他 把他用鲨鱼 不可以给他奥义出来 好的 控制了水煮 然后继续控一下刚手 但是刚手和水煮的状态都被解掉了 后手控下 盯坐 省得他下个回合奥义 然后下个回合打一下刚手 也许能把他打死 用点力啊 镜子展光 好的 哎呀 听说还帮我一下 好的水门又暴击了 打倒了刚手 不过他第一道可以治疗 嗯 说实在的他这个卡奥义卡的是可以的 因为他的先攻是比较高的嘛 他是趁我封竹普攻的那一下子 他就按下奥义了 可是我也是一样 我肯定是那个时候要打断他的 就是我封竹 就是普攻了之后 恰好是他第一道普攻嘛 就在那转换那一下 他按下奥义 也是卡的算不错 我这个打断比较幸运 连同冰作的这个也给打断了 不过好像他没有带毒 没有带毒的话 就算让他奥义一下 也没太大关系 哇 这个他们的这个治疗能力 真的是太强了 还好是把刚手 刚才暴击打倒了 也算是比较幸运 如果没有打倒的话 真的是再打几个回合 我肯定死了 这个这个丁作 你不可以给他奥义打我的 只要打到我 我必死无疑啊 刚才丁作替我打刚手一下 也是很幸运 没他那一下 可能刚手现在也死不了了 这个后手控的有点多余了 应该是应该是控水煮比较好的 不过也也没太大关系 这个回合还没太大关系 然后还是奥义他的水煮 打断他的鲨鱼 然后 地狱道行动了之后 就会解他们两个人的状态 诶 他是有毒的 可是我好像没中过毒 因为血一点点都没有减啊 可能是净反的关系吧 他已经摁出丁作的奥义了 这样我就下个回合他地狱道就可以复活了 所以我是应该是用水门定身地狱道 然后用鸣妈打丁作 就可以了 好 这一下 一锅 然后一个吹 吹风 应该水煮就趴了 只剩下丁作一个了 虽然他很扛打吧 金色闪光表示 我的手都已经累了 结果他还没有趴 下个回合 金色闪光 奥义还不能结束战斗吗 可能够呛 两千 还有 哇 又加了这么多的血 看看 哇 好扛揍啊 我这个水门也是痒了半天了呀 终于打倒他了 好 已经到了第六场了 对方战力十万七 是一个水主的名人天道队 有真五威或 真五威是一个可以解除所有不良状态的 这种我都是很讨厌的 我看他是带分身 有可能水主带的不是整仙术 所以说可能觉得有真五威一个就够了 这个天道奥义没有办法 看他奥义哪一个 奥义的是水门啊 可是水门的闪避没有破 打不到了 不过天道的 这个奥义的威力真的是很低 感觉是 下个回合 他名人奥义是先手 看他水主是带 带鲨鱼还是治疗 不管是什么 都一定要打断水主 名人奥义没有关系的 可以 水门可以直接点出来 因为名人打不到他 名人的奥义的威力还是可以的 不给他加血了就 因为他这个水主带的不是治疗 对我来说难度相对变小了 就是优先只要把他的真武威打死了 我就 我就可以获胜了 这名妈也很会给自己加血啊 一下子加1700多 人间闹空下天闹 然后下个回合水门起手震武威 就可以了 这样他就没有恢复状态了 哇 这个护盾真的很强啊 刚才显示一个19的伤害 真的是太搞笑了 凌人的伤害还是相当高的 凌妈把它定身一下 下个回合 天打谁呢 不打天道呢 他可以奥义 不过我记得他这个天道的奥义 好像不痛的样子 要不然吃他天道的奥义吧 你要不继续控真武威的话 他又给自己回复状态 或者帮名人回复状态 都麻烦 我宁可吃 我宁可吃他天道的奥义 好像是不疼 我记得是不太疼 他又没有带毒 所以 哇 虽然这样讲吧 也是也是很痛 我记得第一回合没有这样强的 这回合 又 人间闹又立功了 其实无所谓 对 他立功了 因为封堵的分身都在下面 打不到名人 让名人就被控了 可是名人的血量又很低了 我干脆直接把名人秒了 然后用名巴去打断水主的治疗 还顺带就把水主的治疗打断了 然后 真无威被他奥义出来了 人间闹应该挂了 人间闹也死得好惨呢 其实我就是因为是最后一场啊 无所谓 没有保全忍者 就没有给他加血 或者保护他 下个回合也是水门这回打天道了 这回不可以让他再奥义了 把他给定身就可以了 还还还挺帅的 顺带打死了真无威 那那这一场应该就拿下了 用不着须左左助那一队出场了 今天水门夫妇非常活跃 五胜都是水门夫妇拿的 真的是很强 这个名巴的奥义留到下个回合打水主 然后连击就可以把他带走 可能带不走 但是风主吹风也是能把他吹吹倒的 好 只剩下 哇 吹风都没倒 好硬啊 站立的关系 天道应该站不住 天道可没有水主那样抢走 这几个分身就打死他了 不用水门下个回合奥义了 最终凭借金色闪光夫妇的活跃表现 我获得了五胜离场 好 也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晶晶 再见 骨骄 进行